让我们继续看下面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varicious Avaricious这个单词叫贪婪的或者叫贪财的 刚才咱们提到一个词叫弃中罪的贪婪贪财 哪个词叫Grady 还记得吗那个单词 那么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单词 叫做贪婪的贪财的 那么这个单词呢怎么去记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说一下 它呢如果通过词根不太好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通过词根的话 这个AV作为词根本身表示的是就是贪婪 这个词根下面用这俩词 两个单词大家可能都没学过 所以就比较难记了 AV是跟贪婪有关 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你看一共这样两个词 我建议大家通过它的名词 先记它的名词 大家先记下这个名词 叫Avaricious Avaricious叫什么呢 就是名词贪婪 贪财贪婪 你看这单词从长相上来看的话 我都说到了 它没有这个童言的童言一体 咱们学过的一些俗词 你就只能通过联想 联想通过谁 就是联想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行进词一个拆分 一个行进词一个拆分 那拆分这个很明显 拆分一个首词就大米 这样去记 记住贪婪什么呀 大米 里边有个大米 AVA呢就把它想成一个人的眼睛 鼻子眼睛 咱们之前讲了一词叫做雪崩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雪崩那词叫做Avalanche 也是一个人的眼睛鼻子 瞪大眼睛看见一堆粮食 因为粮食嘛也是财富的象征 这样去想Avarice 大米贪婪大米贪婪大米 你名词记住之后 记写形容词就很好记了 就是它后面变化一下 Avaricious 接下来下一个就是 它的另外一个派称词 Avid 形容词 另外一个派称的一个形容词 这个词也叫贪婪的 Avid ID形容词后对 Avid贪婪的 它第二个还可以表什么叫狂热的 比如说我们说狂热的粉丝 你看看你如果现在你自在偶像的时候 已经有失控的感觉 Avid fans Avid football fans 狂热的球迷 所以这个AV下面有这样两个 一个是Avaricious 贪婪大米 闭上眼睛想一想 还能不能写出来 AVA加一个Rice Avaricious 第二个叫做Avid Avid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到这里也是一样 不多说了 贪婪的贪财的 那么这里面我补充一下同一词 这个词跟下面就这样两个词 补充一下同一词 同一词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词 咱们作为一个进一词 或同一词的一个补充 第一个叫做Voracious Voracious 下一个词叫做Covid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Voracious 我刚才刚刚讲过一个单词 叫做真实的 怎么说 还记得吗 那个词是这个词吗 不是吧 有印象吗 是不Vari开头的 就差一笔 那叫V-E-R-A-C-O-U-S 那叫Voracious 那叫真实的 而这个叫什么呢 叫贪吃的 贪婪贪吃的 一般常常对吃的东西很贪婪 贪吃的 为什么贪吃的呢 Aceous 再来一遍 后缀 写中所叫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 那么这个Vor呢 作为词根呢 就是跟什么有关 吃有关 它为什么跟吃有关呢 它为什么跟吃有关 咱们想一个这样的单词 就是离婚这个词 离婚叫什么 叫Divorce 你看看 为什么叫离婚 现在能解释了了 这个词吧 DI DI表是分开嘛 分开 Divide嘛 分开吃 这就离婚 Divorce 后缀嘛 名词也是动词嘛 对不对 就是分开吃 你上你妈家吃 我上我妈家吃 离婚 Divorce 所以跟吃有关 咱们以后呢 还会再见到 比如说你看大家有没有背过这样的词 托福阅读里也出现过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说食草动物 咱们刚才讲过草怎么说 Herb嘛 叫Herbivore 是吧 后面还有什么 食肉动物 Carnivore 对吧 这咱们在后面也会再次强调 你看有没有印象 如果曾经背过一点单词的东西 你看有没有印象 食肉 食草 第一食草动物 Herbivore 食肉动物叫做Carnivore 所以这个词叫做吃得多 这样去记 通过离婚去想一想 吃 吃得多 非常好记 造词非常直接 只要能明白这个词根的意思 这个单词就非常好记 Voracious 他蓝的 他吃的 下一个词叫做Cavit Cavit叫什么呢 叫做这是一个动词了 基于动词 叫做垂涎 它的形容词也是后面记OUS 叫他蓝的 垂涎的 他蓝的垂涎的 Cavit 你看 基于人家的美色 是吧 垂涎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财宝 东西都可以 作为动词是基于动词 形容词后面叫OUS Cavit 叫垂涎 基于 也是有一种他蓝的感觉 你看看 这个词怎么去记呢 我们可以跟他放在一块儿去记 做一个行进词 对照去记 下面有这样一个词 Covered Covered他们最核心的 他们的词源是来自于谁 Covered Covered Covered这就是要覆盖 对不对 你看 Covered 加了个T之后 符音造成这样一个形 这个T什么意义的 就加了一个被盖住的东西 挡住了 比如咱们说 在这有个东西 把它挡住了 我这后面是什么东西 被挡住了 看不见吗 所以这个Covered 是形容词称秘密的 就是被盖住的 叫秘密的 不知道是什么 那么你可以把它 在反应词起来旁边 你看 这两个词就差两个 就差一个字母C 这个字母 你看这个叫Overt C字母呢 我说一下C开头的单一节词 通常是C字母的特点 什么 通常是表示一个包围的感觉 C字母的特点 通常是跟包围有关 刚才我讲了过 N字母是不是跟否定有关 对不对 No not Nil 虚无 没有删 虚无 N-I-H-I-L 还记得这个词吧 那么C呢 通常是跟包围有关 第二个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起 一起共同的意思 你看为什么包围 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汽车 car 包在里边的吧 鸟笼子 cage 学过吧 对不对 你看看核心 来笔记本 双核处理器 双核核心 core C-O-R-E 它都是一种包围的感觉 都是这样的一种包围的感觉 那这也是一样 你看 被盖住吗 是包起来吗 这边有封面吗 也是包起来吗 这次呢 被盖住叫秘密的 那说这个包的东西拿掉了之后 over的相反 一个是秘密的 一个是明显 over 读一读 carver c拿掉了 露出来了 明显的over 这两次就差一个字母 R不要看错了 也是把这东西全我归了 全归我 全被我给包起来了 这样的一种感觉 carve it 叫做垂涎际遇 都是来去cover 这内容我全盖住了 我全给夺走了 这个叫做carve it 垂涎秘密的 你这样去记也行 所有越是秘密的东西 人们越想得到 然后你是发现这个东西 对于这个秘密的东西 人们都想得到 神秘的东西 比如说宝藏 一些像经小说当中的 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武功秘笈 越是秘密的 人们越想得到它 都想知道 为什么以天不出 谁与争锋 都想知道这种感觉 叫carve it 叫垂涎际遇 所以大家把这几个词 穿到一起去记 他蓝垂涎的词 他蓝大米 第一个闭上眼前想一想 他蓝大米 AVA加Rice Averice 形容词是Avericious 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varice吃得多 carve it 结束 好 让我们看下一个词 叫做Avert 大家看这个单词 叫Avert Avert的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转移避免 它第一个它等于avoid 避免 avoid 第二点转移 转移了你的这个眼睛 避开了这样的一个 你的这个目光 这叫什么叫 Avert your eyes 避开了你的眼神 不想看你 不想跟你对视 这叫做Avert Avert 这词呢 不是特别好记 你看啊 把这个跟avoid 放到一块里记一下 等于avoid 那么这里面 它有个词根 这个词根呢 也是派生词比较多一些 VERT呢 我写在上面 VERT 它和这个VERS 这俩是同根的 ST 这还是一样 咱们已经讲好几遍了 词原转化第五条 STD 这三个字母是一样的 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to turn turn叫什么呢 叫做 转 转动 转变的意思 Avert 和VERS VERT VERS 它表示的是转动 转变的意思 那么哪个词能佐证它 我希望大家先把这个词根记住 然后在下面的词 才能 才能 比较顺畅的把它记下 因为这词根你要不记得 记不住的话 不明白它的硬背 肯定不行 用几个熟词大家回忆回忆 有个词要转化 怎么说 转化 convert 就是改变吗 通过这几个熟词去想一想 琢磨琢磨 如果你说老师convert这个词 这个四级词汇 四天词我都没有学过 你总学过高中词 高中词那个高中词叫什么 叫周年纪念日 想一想怎么说 叫做 Anniversary 你看这边是不是叫做 转吗 又转回到 Any 其实就是年嘛 又转回到一年的这一天 又转回到今年六亿 又过节了 Anniversary 是这种感觉 所以是跟转变转动有一些关系 A强调的是加强 所以就是转移 转了 这种感觉 叫Avert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有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Avert 第二个Advert 这一组派生词比较多一些 下一个词叫做Revert 下边Divert 继续 下一个叫做Pervert 下一个词叫做 Controvert 下边叫做Subvert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第一组词 接下来往下写 第二个叫做Adverse Reverse Diverse 下一个Perverse P-R-V-E-R-S-E 后面全是Verse 后面全不变 下一个叫做Controversy 下一个叫Subversive 好 继续往下来看 看这边还有 下第一个叫Extrovert 下一个叫做Introvert 这个词群呢 非常庞大 所以大家要多读 多读一读它 Introvert 下一个叫做Vertex 下边叫做Vortex 好 下一个叫做Versatile 下一个叫做Vertigo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组词 大家来看一下 有这样的一组词 这组词呢 派上词比较多一些 第一个单词 我们先来看这边 第一个叫做Avert 第二个词叫做Advert 动词动词 下一个词Revert 动词 下一个Divert 动词Pervert 动词名词 下一个词叫做Controvert 动词 下一个Subvert 还是动词 这边呢是对应的 一组词 但这边的意思 跟它们不太一样 要一样我就不反复写了 第一个叫Adverse 下一个叫做 主音词最前面了 下一个叫Reverse 形容词 也是动词 下一个词叫Diverse 形容词 Subversive Perverse 形容词 这边写得点乱 P-E-R-V-E-R-S-E 后面不变的 下一个Controversy 名词 下一个叫做Subversive 形容词 好我们先来看 左边这一组词 第一个单词 刚刚说了叫做转移 第二个单词叫做Advert Advert这个单词呢 不太好背 你看这两次刚开始记得 特别容易记混 Advert的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注意 Pay Attention To 注意一下 这个你怎么去记呢 才能不记混呢 你把哪个词写在 它的旁边呢 写在这Advert旁边 你把那个广告那个词 写在它的旁边 这俩马上就有区别 肯定就广告的前半节 叫注意广告 你就这样去记 注意广告 Advert advertisement Advert advertisement 你看一个是看 这样一个动作 注意它 第二个呢 就是跟它长得很像 那个是它相反 叫转移 这样去记 一个是注意 一个是转移 通过那个广告去记 注意广告 注意转移 下一个叫做Revert R一画一个横线 旁边写 取字back向后 所以这个词 你记录了一个解释 你看转回来 往回转 转一下又回来了 这个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回到原来的话题 Revert to 转了一下又回来了 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比如上课讲讲跑题了 Revert to the topic before 回到先前的这个主题上 来看一下 这叫做Revert 就come back 这种感觉 回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或者翻译叫做 恢复原状 恢复原来的状态 恢复原状都行 Revert 下一个词叫做Divert Divert 大家看这个单词 Divert这个单词 DI作为前缀来讲 DI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apart 还是离开分开 离婚的离吗 分开的分吗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你看叫做转开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你看往旁边转 转开了 第一个意思 就会翻译成叫做转向 转向开车 转向改变方向 Divert 它的第二个意思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 叫什么呢 叫做娱乐 叫做娱乐 Entertain 娱乐效应 它的名词Diversion SION结尾 大家可以写在旁边 我这里面写不下了 DiVRSION Diversion 表示什么呢 叫做娱乐 第一意义到转向 第二表示娱乐的意思 娱乐或者是转向 下一个叫做pervert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pervert pervert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你看这怎么转 per作为前缀来讲 大家看一下 per作为前缀来讲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through 还是去 我跟大家说这个意思 有始至终 贯穿一直在变 一直不断地变来变去 不断变来变去 这叫什么呢 名词叫做变态 名词就是注意它的读音 它读成pervert 名词这样就读了 名词读成pervert 动词才读成pervert 名词读成pervert 你看 其实我的一个解释 加强在转 一直在变 就是这么变 名字那么变 变来变去 这是变态 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叫什么呢 叫做曲解误传 把一个事情 你看一直在变 我把这事跟你这么说了 它给变了一下 就那么说了 再变一下 那么说了 所以这个强道是 把一个事情变来变去 叫做曲解误传一个事情 pervert 名词是变态 pervert 一直在变是变态 下一个词叫controvert contra作为前缀来讲 见过这前缀吗 contra如果作为前缀来讲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相反 contra表示的是against 叫相反 咱们学过一个词组 叫on the contrary 大家见过这词组吧 对不对 相反 所以转变成反方向 转成你的对立面 叫做反驳 叫做反驳的意思 叫做controvert 反驳 下一个单词叫subvert subvert这个单词呢 你看这在哪转 在底下吧 在底下发生了一个转变 从底下给翻上来的感觉 从底下 人民底层发生了一个转变 叫什么呢 叫做颠覆 比如说我说个短语 大家就明白了 你看subvert the government 把政府从底下给翻上 翻个底儿掉 这种感觉叫做颠覆政府 颠覆的意思 叫做subvert 它的第二个意思就翻成破坏 颠覆政权 肯定是破坏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了 叫做subvert 叫做subvert 这几个词通通通跟我过一遍 看一看望没望 什么广告啊 看广告 注意 Avert 转移 这俩是一对 revert 转回来 叫回到原来的话题 下一个divert 转开 转向 第二个意思叫做娱乐 消遣娱乐 下一个pr表什么 是不是through 一直在变 叫做变态 下一个词controvert 转成你的反面 我说过叫做反 反驳你 转成你的对立面反驳 在底下发生反转 在人民底层 你看农民 发生一个起义 转变 最底层的人发生转变 叫做颠覆的意思 颠覆 好我们来看这边的词 这边的词呢 我们先来看最后一个 subversive subversive这俩词意思一样 它就是它对应的形容词 第一个意思 颠覆性的 第二个意思 破坏性的 它意思没变 所以不用强调了 controversy跟它意思也是没变 但注意它的名词怎么变的 sy结尾 controversy叫什么 叫做 你看反驳争议 有反驳有争议 叫做反驳争议的意思 controversy 它的形容词就controversal 去歪加IAL 形容词 controversal 去歪加IAL controversal 叫做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 好下一个单词 叫做perverse perverse的意思跟它 也是没有差太远 你看刚才说名词叫什么来的 一直在变的变态吧 变态什么特点 叫任性的 善变的 perverse 一直也是 一直在变来变去 任性的 任性的 形容事情的话 表示不合情理的 总变来变去 这不合适吧 叫做不合情理的 叫perverse 下一个叫diverse diverse非常简单了 这是托福当中最基础的词汇 叫各种各样的 这俩千万不要记错 它可不是多样化 多样化怎么说 多样化叫diversify 对不对 diversify 而这两个词根本不搭嘎 意思完全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 这是娱乐 放到一块 各种各样的娱乐 diverse diversion 它的名词形式是siun结尾 那多样性的名词怎么说 diversity sity结尾 sity结尾 这是不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 这是娱乐 意思完全没有关系 好 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reverse reverse 大家看一下 reverse这个单词呢 它比较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也是生活当中的词汇 这也是比较基础的词汇 叫倒车 动词倒车 形容词就是后退的 倒退的 颠倒的都行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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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 最后一个叫adverse adverse叫什么呢 叫做相反的 相反的 也是跟他们有关 这是广告的前面是注意 注意广告 注意advert adverse 叫做相反的 或叫做敌对的 逆的都行 相反的 敌对的 比如说我们说 我见大家通过词组去记了 你写一个词组 比如说逆风 你可以叫什么叫adverse wind adverse wind 比如说你说 这个这个这个逆境 你可以叫什么 adverse circumstance adverse circumstances 都行 circumstance就是环境嘛 情况嘛 不利的情况 逆境 叫adverse circumstance 好了 那么这一次道理就不说了 跟着过一过 底下发生转变 颠覆性的 转成反面争议 变态的特点 叫任性善变 各种各样的娱乐 diverse diversion 还是转回来 倒退后退往回转 adverse wind 像相反的 风 叫做逆风 逆的相反的 好 那么这组词 这组词相当于说好记一些 第一个叫做extrovert和introvert 这两个词都是名词 一个叫做外向性格 一个叫内向性格 你看一个往外 一个往里 往里转 往外转 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 第一个是外向性格 第二个是内向性格 好 下一个词叫做vertex和vortex 这两个词就差一笔 看到了vertex 第二个词是vortex 两个都是名词 这两个名词放到一块去记 第一个词 如果我们要考数学的同学 如果你要是一个sat的考生的话 和grd考生的话 要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vertex 叫三角形的顶点 表示的是三角形的顶点 第二个单词叫漩涡 漩涡也是转 这两个你怎么记不会记混 你看转圈的 圆圈在中间 这个o的 注意转圈的 这个是漩涡 叫vortex vortex的顶点和漩涡 是一组 顶点和漩涡是一组 好 下一个单词叫versatile 这个在托付当中是一个重点词 也是一个经典的词 或者versatile 也是变 at 还有一个ile 这个ile大家画一个横线 这个后缀以后会大量见到 ile呢 如果是形容词后缀的话 表示的意思叫做 异于怎么怎么样的 ile如果是形容词后缀来讲的话 那表示的意思叫做 异于怎么怎么样的 那所以叫异于怎么的 是不是异于转变 异于变化 叫做多才多艺的 因为咱们说这人一会儿 弹弹皮吧 一会儿吹吹长笛 一会儿弹弹钢琴 最后一会儿敲敲三交铁 这种感觉 这人多才多艺 你看异于变化 异于改变 咱们说这人 72般变化 这种感觉 多才多艺的 多才多艺的形容词 好 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单词是名词 叫vertigo 这个词也意思非常好记 你看go叫走啊 vert叫转 边走边转 term就转变嘛 对不对 边走边转 叫做眩晕 feel daisy 弟弟 或者是daisy都行 叫vertigo 名词眩晕 你看你边走边转 边走边转 晕了 那所以这边这几个词 相对来说很好记得 不太容易 主要是这边的词 容易混 但这种词边的词 你一定要通过谁去记住 你一定要通过前锥去区别 一定要通过前锥去区别 咱们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外一下 内一下 转圈的 圆圈在里面是漩涡 漩涡和顶点是一组 异于怎么怎么样的 咱们学过一次 异碎的怎么说 异于变化 多才多艺 边走边转 叫做 叫什么呢 叫做眩晕 好了 那么这里边 最后补充两个词 哪两个词呢 大家在那个相反的 那个词旁边写一下 就是敌对的 当时逆风叫什么 叫adverse wind 对不对 我们说逆境 叫adverse circumstances 那么它旁边 派生出这样两个词 一个叫做adversary 还有一个叫做adversity 它就把这两个词 补充在那个adverse旁边 补充在那两个词的旁边 都是跟逆的有关 你看第一个adversary adversary这词叫什么呢 叫做敌人对手 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过一个词 还记得吗 敌对 敌人对手 相反 antagonist 我让你还没有印象 老师来自于相反嘛 行动嘛 做相反行动的人 敌人对手 adversary是一样的 敌人对手 opponent 对不对 opponent 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我们说像这个 这个rival 对不对 都给大家讲过 这样几个词 叫做adversary 那么这个ary 我强调一下 ary呢 结尾的词呢 有什么特征呢 ary结尾的词 一般来说表示的是 名词后缀和形容词后缀 那么如果是名词的话 有个特征就是 人或地点居多 一般表示人或地点 如果是名词的话 表示人和地点 所以这叫敌人 adversary是敌人 第二个单词 adversary名词 叫逆境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叫做adversary circumstances 叫做逆境的意思 还是相反嘛 不利的境遇 那么这俩放在一块 不要记混就行了 你怎么去记不会记混 你看如果你说老师 这两个总记混 哪个是敌人 哪个逆境分不清 它总是相反的嘛 你可以把后面想到城市 city结尾的 在城市遇到逆境 这样去刻意去想一下 这里马上就会区别开 一个是敌人 一个是逆境 在城市结尾的city 把它想到city的感觉 adversary adversity 好了 那么这次就彻底结束了 彻底结束了 好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啊 塞 仲 好